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请大家看第三个考点 就关于分析管理组织职能体系 那么这个问题呢 要求大家注意选择题 这个企业分析管理的组织体系 主要包括呢 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就涉及到董事会 监事会 还有呢 建立场 删却制衡 删却锋利 那么其中呢 在这里重点是关注 关于董事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 内部省纪部门和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他们各自的职责 为了这个职责 请大家要注意选择题 下面我们首先看关于董事会 我们说董事会就起全面分析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它要对股东大会或者是股东会负责的 那么要求大家掌握的是关于董事会 在全面分析管理当中呢 应该履行的主要职责 那么这些职责当中涉及内容比较多 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方面 要求大家注意重点 第一条是省议变效股东大会或者股东会 提交企业 全面分析管理年度工作报告 就是关于全面分析管理工作的年报 以及企业的财务报告的年报 我们说这个董事会都是一个什么权利啊 是个省议权 这个批种权应该是什么 批种权应该是归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关于全面分析管理工作的年报 董事会是一个省议权而不是批种权 第四条 批种重大决策 重大分析 重大事件 和重要业务流程的判断标准和判断的机制 关于这一条我们说董事会是个批种权 为了重大决策 重大分析 重大事件 还有重要业务流程的判断标准和判断机制 注意批种权 然后第五条 批种重大决策的分析评估报告 关键词是重大决策的分析评估报告 董事会是个批种权 还有第六条 批种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分析管理的 阶评评价报告 我们说内部审计部门对董事会负责 所以董事会应当就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 有关于分析管理阶评评价报告 它也是个批种权 第七条 批种分析管理组织机构的设置 及其职责法案 就是关于分析管理组织机构的设置 及其职责法案 我们说这个董事会也是个批种权 还有第九条 独岛企业分析管理文化的培育 就是说建立企业的风险管理文化 这个其实是属于管理层的职责 那么作为董事会来讲 它这个什么权呢 是个独岛权 我想呢 关于以上这些方面 要求大家呢 做一个重点 注意这些学责体当中出现的 哪些权力是属于省益权 哪些权力是属于批种权 哪个权力是属于独岛权 应该分这么三个层次 省益权 批种权 独岛权 把这几条呢 做一个重点的把握 然后我们请大家看 风险管理委员会 我们说风险管理委员会 是属于董事会呢 下设的一个专业的委员会 所以风险管理委员会 又对董事会负责 那么风险管理委员会 履行哪些职责呢 这个要求大家也掌握 我们说风险管理委员会 和董事会的职责 对应起来的话 看第一条 提交全面风险管理的年报 我们说对于全面风险管理的年报 这个风险管理委员会 是个提交权 董事会是个省益权 股东大会或者股东会 是一个批种权 然后再看第四条 审议内部省级部门提交的 风险管理的阶段评价报告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内省部门提交的 风险管理的阶段评价报告 风险管理委员会是个什么权 是个省益权 刚才我们讲了 董事会拥有的是批种权 还有第五条 审议风险管理组织机构的设置 机器职责法 风险管理委员会是个省益权 我们说董事会是一个什么权 董事会是个批种权 然后我们再看总经理 所以企业的总经理 对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有效性 对谁负责呢 他是向董事会负责的 总经理或者总经理委托的 高管人员负责主持 主持全面风险管理的日常工作 这个工作包括负责组织 逆定 逆定 企业风险管理组织机构 设置机器职责法 我们说 这个企业风险管理组织机构的 设置机器职责法 这个总经理是个什么权 就管理层是个逆定权 刚才我们讲了 作为风险管理委员会 它是一个省益权 董事会是一个批种权 有助于措斥的 下一个是关于风险管理层 职能部门 我们说这个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它主要是履行 企业风险 全面风险管理日常工作的 我们说作为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对谁负责呢 我们说是应当对管理层负责 也就是说 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对总经理会去委托的 负责风险管理 其他高管人员负责 那么关于这个风险管理 职能部门的职责 这给大家的简单看一下 看一下 主要是注意其中第五条 是负责对全面风险管理 有效性这些评估的 还有第七条 负责组织协调 全面风险管理的日常工作 就全面风险管理日常工作 我们这赌楼是由管理层来执行的 那么其中风险管理部门呢 作为负责企业全面风险管理职能部门 他主要是负责协调全面风险管理的日常工作的 把这些职责呢 请大家看一下 第四个是关于省纪委员会 而这省纪委员会有关内容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省纪委员会 其实呢 我们说在全面风险管理当中呢 它的职责比较小 因为有条件的企业呢 都在董事会下边呢 设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 所以这个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要是负责全面风险管理的 这项工作的 那么省纪委员会 其实主要和谁有关呢 主要是和公司内部控制有关的 所以关于省纪委员会的职责 大家简单看一下 是吧 企业应当在董事会下边呢 设立省纪委员会 企业内部省纪部门 对省纪委员会负责的 我们说通常情况下 省纪委员会对谁负责呢 对董事会负责 如果董事会下边设立了 省纪委员会了 那么通常情况下 有授权省纪委员会 对内部省纪工作的这些管理 内部省纪这些管理的 所以这样的话 内部省纪部门 就应当说对省纪委员会负责 所以内部省纪部门 在全面风险管理方面 主要负负责研究提出 全面风险管理的 揭读评价体系 也就是内部省纪部门 主要负责 风险管理的省纪监督的 开展了揭读评价 并且出去揭读评价的 省纪报告 阶段评价的省纪报告 然后下面谈到了 省纪委员会履责的方式 这个请大家简单看一下 说省纪委员会每年 至少有举行几次会议呢 举行三次会议 省纪委员会每年 至少与外聘 及内部省纪师的会面一次 就是与内部省纪师 与内部省纪部门 内部省纪师 或者外聘的 会议师事务所的 注册会议师 每年至少要会面一次 这个简单看一下 然后就谈到 省纪委员会议合规了 所以省纪委员会的 主要活动之一呢 是核查对位报告 合规的专手情况 所以省纪委员会 一般有责任 确保企业呢 履行了对位报告 合规的义务 就对位提供的 有关报告的 合法合规 你比如说你对位 提供的财务报告也好 还是我们所讲的 全面风险管理的 这个年报也好 你符合这个 合法合规的义务 省纪委员会 应该结合企业 财务报表的 别致显花 对重大财务报告 事项和判断的 有这些符合 我们标好 黄的这些内容 大家简单看一下 就可以了 第三点是谈到 省纪委员会 与内部省纪 说省纪委员会 有确保充分 而且有效的内部控制 是省纪委员会的 其中就包括负责监督 内部省纪部门的工作 前面已经讲到了 内部省纪部门应当是 对省纪委员会负责的 反过来我们说 省纪委员会 就负责监督 内部省纪部门的工作 同时呢 他批准了对内部 省纪主管的任命和解聘 还有省纪委员会 符合及评估年度的 内部省纪的工作计划 然后说确保内部省纪部门 提出的合理化建议 能够得到执行 这是谈到的 省纪委员会与内部省纪 下边呢 我们请大家看间接立题 说甲义公司共同出资 设立了饼有些责任公司 秉公司董事会 过有9名董事 于2021年4月份 召开董事会的临时会议 下列关于董事会 职责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董事会的职责 A 省议内部省纪部门提交的 风险管理阶纪评价 省纪的综合报告 并报告股东大会批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说关于内部省纪部门提交的 分析管理的阶纪评价报告 董事会是个什么权呢 是个省议权 还是个批种权呢 我们跟大家讲了 这个董事会应当是一个批种权 而不是个省议的权利 所以学校A是错的 应该是批种内部省纪部门提交的 这个风险管理的阶纪评价报告 B 批种设立公司的风险管理部门 批种设立公司的风险管理部门 对不对呀 我们说是对的 是对的 就是有关于公司风险管理机构的设置 及其职责的分配 这个董事会应该是个批种权 批种权 这个风险管理委员会呢 我们说倒投于是省议权 省议权 企业的总经理 也就管理层呢 是个逆定权 所以批种设立风险管理部门 这个应当是董事会的下职者 学校B是对的 C 批种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年报 就年度工作报告 就刚刚我们讲了 这个有关于企业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年报 我们说董事会应该是个什么权 董事会是个省议权 批种权应该是股东大会或者股东会 所以学校C是错的 D 对重大决策的风险评估报告 进行省议 我们说对于重大决策的风险评估报告 董事会是个什么权 董事会是个批种权 而不是个省议权 所以学校D也是错的 因此这个题正确的选项 就是应当选择B 选择B 下一题 博物业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 其实董事会下 深入风险管理委员会 下了个下中属于风险管理委员会职者的事 讲的是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职者 A 独到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的培育 我们说独到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的培育 这个独到权应当是谁啊 应当是董事会的职者 而不是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职者 独到权应当是董事会 所以学校A是错的 B 组织协调 组织协调 全面风险管理的日常工作 我们说组织协调 全面风险管理日常工作 这应当是管理层的职者 组织协调 这个日常工作 应该是属于 在管理层领导下的 风险管理职能部门的职者 所以呢 我们说学校B也错的 C 批种 重大决策的风险评估报告 我们说对于重大决策的风险评估报告 这个风险管理委员会是个省议权 批种权呢 应当是董事会 所以学校C也是错的 第一 省议 省议 风险管理策略和重大风险管理的解决方案 我们说关于风险管理策略和重大风险管理解决方案 这个风险管理委员会是一个省议权 董事会拥有的是批种权 所以选下D是对的 因此我们的这个题正确的答案呢 应当是选择D 下边我们请大家看第四个考点 关于分析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 那么关于企业分析管理信息系统构建的要求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和掌握 我简单的给大家做了一下层次上的划分 所以其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在建立过程当中的要求 第一要求是关于函给范围上的要求 这个在函给范围上的要求 我觉得不重要 所以一般性的了解 所以企业用大家信息技术 拥有于分析管理各项工作 建立喊给分析管理基本流程 喊给分析管理基本流程 和内部控制系统各个环节的分析管理的信息系统 这次关于的信息系统建立过程当中 喊给范围上的要求 第二是在数据方面的要求 这些数据方面的要求呢 就要求确保小分析管理信息系统输入的 这些业务数据也好 还是分析量化值的也好 我们说一定要保持它的一致性 总确性 及时性 可用性完整性 并且输入系统的数据呢 我们说外界批种不得更改 这第二方面要求 第三个是就过能方面的要求 所以过能方面的要求呢 我觉得大家呢 有必要把它做一个重点 就为了这个问题 有助于选择题 其中过能方面的要求 大家要做一个重点 具体对过能方面有以下几点要求 第一点 第一点 所以分析管理信息系统应该能够进行 对各种分析的计量和定量的分析 定量的测试 这是第一个功能要求 就是分析管理信息系统应该对各种分析的计量 还有呢定量的分析 定量的测试 第二个功能要求 能够实时的反映 风险剧症和培序的频谱 重大风险和重要业务流程的接控状态 能够实时的反映什么呢 风险剧症 我们说风险剧症 也就风险坐标图 也就风险评估系图 前面曾经说过 横坐标反映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重坐标是反映风险发生以后 带来凌下后果 那么你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能够实时的反映风险剧症 还有呢排序频谱 因为通过了风险剧症 我们可以看出来 哪些风险是一般风险 哪些风险是于做到风险 哪些风险是于重大风险 这样的话 我们对风险管理呢 就提供优先次序 优先等级 所以呢你能够实时的反映风险剧症 和排序的频谱 频谱也就频率 重大风险和作用业务流程的监控状态 这是第二个要求 第三 能够对超过风险预警上限的重大风险 能够实施呢 信息预警或者叫信息报警 这是第三个 超过风险预警上限的这些重大风险 能够进行信息报警 第四 能够满足风险管理内部信息报告制度 和企业对 企业对位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要求 一个是内部信息的报告制度 同时涉及到对位信息的披露制度的要求 这是关于这个分析管理信息系统 在构建方面从功能上来讲 提出的四点要求 这个大家要注意选择题 第一 下一点 信息的集成与共享要求 关于信息的集成与共享要求 相对来讲 我们的这一条呢 也建议大家把它做一个重点 信息的集成与共享 从信息的集成与共享角度来讲 有什么要求呢 说分析管理信息系统应该实现 实现 信息在企业内部的各个职能部门 业务单位之间的集成与共享 既能满足单项业务风险管理要求 也能够满足 其整体和跨职能部门业务单位的 风险管理的综合要求 这是关于在信息的集成与共享方面的一些要求 主要强调 这个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呢 能够实现信息在企业内部各个职能部门 业务单位之间这些集成与共享 既能够满足单项业务风险管理要求 也能够满足企业整体 还有呢 跨职能部门业务单位的 风险管理的综合要求 这是关于信息的集成与共享方面的要求 至于下一条完善和改建要求 这个就做一般性了解 最后一个是规划和实施要求 这个也做一般性了解 所以我想呢 关于企业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 重点是要求掌握功能方面的要求 还有信息的集成与共享方面的要求 注意选择题 下一篇我们请大家看坚决立题 说下列关于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功能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表述正确的有 A 实时反映风险剧症和排序频谱 重大风险和作用业务流程的监控状态 对不对呀 我们说这刚刚讲的 就关于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在功能方面要求的其中一条 这是对的 B 能够对各种风险进行计量和定量分析 定量测试 对不对呀 我们的这也是对的 C 实现风险相关的信息 与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共享 这个对不对呀 我们说这个不对 刚才讲到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构建过程当中 从信息的集成和共享角度来讲 有实现风险管理相关信息 在企业内部的各个职业部门业务单位之间 我们说有形成的集成和共享 所以他说是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共享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以风险管理信息当中 有些信息我们说可能是输入于企业的一些保密信息 商业秘密 那你能不能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共享呢 不能的 那如果共享的话有可能就泄密了 是不是 第一 对超过风险预警上限的 超过预警上限的重大风险实施信息预警 或者说实行信息的报警 对不对 是对的 因此这个题正确的选项 是应当选择ABD ABD是正确的 下边我们请大家看考译五 就是关于内部控制系统 那么这部分内容相对来讲呢 是属于我们这一刹的重点 但是我们说关于内部控制系统 这部分内容 书上呢讲的比较细 可是我们从口试角度来讲 有些内容我认为不需要看 不需要看 你比如说有关于抗扫委员会 对内部控制的定义了 什么内部控制的 这个三大目标 五大要素了 抗扫委员会这部分内容不重要 还有关于我们国家内部控制体系 包括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了 内部控制的18个要素指引了 还有内部控制省级指引了 等等等等 这些内容我认为也不重要 那么我认为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重点是要求大家掌握 从我们国家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的角度来讲 对内控五要素的要求 内控五要素 这个内部控制的五要素 是从哪个角度呢 我们说是从我们国家 其实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角度来讲 对内部控制五要素的要求 这个内部控制五要素 第一个是叫控制环境 也称之就内部环境 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们第二个是分析评估 第三个是控制活动 第四个是线续沟通 第五个是监督 监督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控制环境 所以这个内控环境 或者就是控制环境 主要是包括智力职能 和管理职能两个方面 以及智力层 还有管理层 对内部控制 极其重要性的一种态度 认识 以及承取的措施 我们说在内控五要素当中呢 这个控制环境呢 设定了内部控制的一个基调 基调 影响员工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和态度 那么在内控五要素当中 我们的控制环境这个基础 控制环境呢 决定了其他四个要素 所以我们说一个良好的控制环境 实施是有效内部控制的基础 那么下边我们具体来看 在我们国家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划当中 关于控制环境要素的一些具体的要求 这个要求大家掌握 那么这里所讲到的 这个控制要求呢 我们说内容比较多 内容比较多 首先我们看第一条 说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法律 法律和公司账产 建立规范的公司智力结构和意识规则 这就是控制环境当中呢 所强调的什么 强调的是 公司有借力借权 你的智力结构和意识规则 也就倒头于是强调 董事会的决策权 管理层的执行权和监事会的监督权 我们说三缺分离 三缺制衡的一种机制 所以第一条实际上讲的是什么 实际上讲的是我们内部控制 18个要求指引大多 其中讲到的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 前面我们讲到组织架构的设计和用行呢 讲到的风险包括两个层次 一个是上边这一层叫自立层结构 下边这个叫内部机构的设计 所以这第一条呢 是建立规范的公司 自立结构意识规则 这实际上就是要建立和完善 你的自立层结构 是属于组织架构范畴的 组织架构 这个范畴的组织架构 组织结构范畴 二 董事会 董事会 负责内部控制的建立建策 有效实施 董事会 也就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负责 监事会 对董事会建立与实施 内部控制起到一个什么 阶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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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就管理层 负责组织领导 且内部控制的日常用行的 这个其实也就是前面所讲到的 董事会是一种决策权 建立层是一个执行权 监事会是一个阶渡权 所以第二条 依然相当于是对第一条内容的进一步的阐释 实际上还是这样的组织架构问题 第三条 其实应当在董事会下设立 审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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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负责审查企业内部控制 阶段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 和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 那么这个其实 依然是属于组织架构范畴的 也就依然是属于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范畴的 只不过是强调呢 在董事会下边的通常 我们说有设立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总是负责什么 负责审查企业内部控制 阶段内部控制有的实施 还有内部控制有效性 这些自我评价的 这依然是属于 刚才所讲的 法人治理结构范畴 是 其业务大街和业务特定 和内部控制要求 设置内部机构 设置内部机构 这个内部机构呢 就包括内部的 相关的职能部门 还有呢 相关的业务单位 这个是什么 这个依然指的是 设置内部机构 就刚才我们所讲的 是属于组织架构 这个只有大众呢 所讲到的 内部机构的设置问题 第五 结业大呢 加强内部审计工作 内部审计工作 我们说内部审计工作 内部审计部门 我们说他的职责 主要是对企业的内部控制 和全面风险管理有效险 这些什么 这些阶督检查的 阶督检查的 是不是 我们说内部审计部门 要当对税负责 对董事会 或者董事会授权的 审计委员会负责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 这个依然强调什么呢 依然强调的是 自立结构范畴 组织架构范畴 因为内部审计部门 我们的企业到中 内部审计监督 所以他是要独立管理层的 应当向董事会 还有董事会下车的 审计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报告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加强内部审计工作 这依然是属于 规范法人自立结构范畴 还有第六条 其应当自电和实施 有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 人力资源政策 这强调什么 强调人力资源 这个强调人力资源 其实就强调 在企业的全面分析管理也好 还是在内部控制也好 我们说强调的是 人力资源的重要性 重要性 你这个内部控制的 借力也好 优先也好 我们说都离不开人的执行 所以强调 人力资源政策重要性 还有第七条 解与大家职业道德 修养和专业涉热能力 作为选拔和聘用员工 作用标准 加强员工彭学和继续教育 不断提升员工的素质 这个其实第七条 大家看一下 职业道德 修养和专业涉热能力的提升 标准 我们说这也是属于 人力资源范畴 18个业有指引当中 涉及到的人力资源 这个指引 第八条 且应当的加强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 培育什么 极极少少的价值观 社会承认感 等等等等 我们说这强调什么 强调企业文化建设 还有第九条 且应当的加强法治教育 包括增强的智力层 他们的法治观念 依法办事 依法阶督 借取法律顾问制度 和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备案制度 加强法治教育 这也是属于控制环境范畴 所以高层前面讲的内容比较多 那从口识的教育来讲 我给大家做了个归纳 做了个归纳 就是说我们国家 其内部控制基本规法当中 关于控制环境要求的要求 其实我们说 含给了五个方面 五个方面 这五个方面 大家怎么去理解它呢 第一 就是我们所讲到的 组织架构 或者叫组织结构 组织架构 组织结构 结合 我们 第六章第一节 讲到从内部控制角度来讲 内部控制角度来讲 其实所涉及到 六颜分线当中 我们讲到了十四个指引 其中就讲到 组织架构 同学们还记得组织架构 我们说组织架构的设计 和用心当中的分析 我们说包括两个城市 一个是自立层结构 一个是内部机构的设计 当然我们说 既然是涉及到 组织结构 组织架构问题 那当然就涉及到 职责 职权和责任的分配问题 职权和责任的分配问题 所以一设计到组的架构 设计方面 用适方面的 当然是属于控制环境 范畴 第二个是想要内部省级监督 我们讲了内部省级部门 用到对董事会 或者董事会下设的 省级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的 那么其中的内部省级机构 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要进行什么呢 要进行阶督检查 内部省级阶督 主要强调内部省级部门 对内部控制有效性 起到一种阶督检查的智能 所以我们说一讲到 内部省级阶督 其实也是属于组织架构范畴 组织架构范畴 是在自立层结构当中 在董事会下边 我们说设立的省级委员会 或者风险管理委员会 然后内部省级部门 负责内部省级阶督 对吧 就包括内部控制 也包括全面风险管理的 这种阶督检查 所以它是对省级委员会 或者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的 而省级委员会也好 风险管理委员会也好 又是属于董事会下设的一些机构 所以内部省级阶督 这其实也是属于组织架构 组织结构范畴 第三个 我们说强调什么 强调的是 18个业务指引当中 其中谈到了人力资源管理 18个指引当中 就谈到人力资源管理 这包括呢 远过的职业道德素养 还有专业社稿能力的 专业社稿能力 两个方面 第四个是设置到企业的文化 企业的文化 我们说这个企业文化 也是属于我们18个业务指引当中 其中涉及到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 我们说有关于企业的文化 比如说对企业的呈现 道德观念的沟通和落实 这个企业文化 也是属于控制环境范畴 第五个是关于法制教育 法制教育 法制方面的教育 增强你的法制观念 那么因此大家看一下 这个五个方面 基本上就设置了 有关于内部控制的认识 态度 还有什么措施 落实措施 所以呢 这18个业务指引当中 谈到的发展 组织结构 企业文化 还有人力资源 组织架构 人力资源 企业文化 这三个业务指引 实际上涉及到的 主要是维绕企业的 控制环境 除了这三个指引之外 就再增加了一个 内部射击监督 还有个法制教育 你把这五个方面 改革起来 这就构成了 内部控制基本规法当中的 关于控制环境要素 那些具体要求 注意选择题 下面我们请大家来看 经纪理题 假公司为了加强破线管理 制定并实施了 下列内部控制制度 其中符合 五国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关于内部环境要素 要求的有 内部环境 也就是控制环境要素 要求的有 董事会负责内部控制的 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 对不对啊 这是对的 就是建立规范的 法人资历结构 其中呢就讲到 董事会的职责是干什么 我们说董事会的职责 是负责内部控制的 建立 解决和有效实施 这是对的 在董事会下 设立省纪委员会 对不对啊 这也是对的 这依然就涉及到 我们所讲的组织架构当中 这个指引大众所涉及到的 自立层结构 谁 自电和实施有助于企业 可持续发展的 人力资源政策 我们说人力资源政策也好 或者叫人力资源管理也好 这个当然是属于 控制环境要素的 也是对的 第一 憋制内部管理手册 内部管理手册 使高级管理人员 掌握内部机构的设置 稿位职责 业务流程等情况 这个我们说 憋制内部管理手册 这个其实是属于 组织架构当中 我们所讲到的 内部机构的设置 内部机构的设置 是什么呢 是其全体人员 要掌握 内部机构的设置 岗位职责和业务流程 这不单单是 高管人员要掌握 对于全体员工呢 当然都得熟悉 这个企业内部机构的设置 岗位职责了 还有业务流程了 你不能说高管人员 他去掌握 那普通员工不掌握能行吗 那当然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说 选项D呢 关键强调是 是高级管理人员掌握 这个说法是错的 应该是全体员工掌握 内部机构设置岗位职责 和业务流程情况 所以呢 我们说选项D是错的 正确的选项应当是ABC 下一个题 中程银行是一家 股份制三银行 只成立以来 各银行 接着讲职业道德修养 和专业设计能力 作为选拔和票用员工的重要标准 确实加强员工的培训和继续教育 不断提升员工的素质 保证了各银行规范 高销又盈 根据我国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中程银行的上市做法 涉及的是内部控制的哪个要素呢 内部控制五要素当中哪个要素呢 很明显 我们说这段话讲什么 这段话讲的是这个银行的 仰力资源的管理政策 我们说仰力资源 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内控五要素当中的控制环境 应当选择A 下一个题 雷若公司建议来 不断加强起内控体系建设 在董事会下 设立的省纪委员会 省纪委员会负责审查其内部控制 阶读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 和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情况 协调内部控制审计 及其他相关的事宜 根据控制委员会 内部控制框架 雷若公司的上市做法 是属于内部控制要素当中哪个要素 我们一看就知道 在董事会下设立省纪委员会 然后强调省纪委员会有哪些职责 这属于什么 这个应该是属于组织架构当中 我们所讲到的 智力层结构当中 董事会下边的设立专业委员会 手机委员会 它的介力以及其他的职责 所以我们说既然属于组织架构方面的 当然就是属于内阔五要素当中的控制环境要素 应当选择地 那么然后我们再看内阔五要素当中 第二个要素是叫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 那么其实风险评估呢 这部分内容 前面我们在讲到风险管理基本流程当中 其中我们就讲到风险评估了 风险评估了 而且我们讲到风险评估 包括风险的变识 风险的评价和风险的分析 所以有关于风险评估这部分内容呢 其实前面讲得很细 那么这里大家组织看一下 在我们国家 其内部控制基本规划当中 关于风险评估要素的一些要求 有哪些要求 大家看一看 一 企业要导根据设定的控制目标 全面系统的 持续的收集下关的信息 结合实际情况 及时接线风险评估 第二 解开在风险评估应该 准确识别 与实现控制目标相关的 内部分险和外部分险 确定相应的风险成熟度 这个看一看 就是识别与实现 内控制目标相关的内外部分险 确定相应的风险成熟度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风险的辨识 风险的识别 这当然是属于风险评估范畴的 然后第三条 解约当成有定性与电量相结合的方法 二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极其影响程度 对识别出来的风险 这些风险分析和排序 确定重点关注和优先控制的风险 这个其实也在前面的风险管理 基本流程当中谈到了 风险评估的方法 采用什么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还有呢 第六条 其影响根据不同发展阶段 和业务特展情况 持续的收集 与风险变化相关的信息 进行风险识别 风险分析 及时调整你的风险应对的策略 这个也是在前面的风险管理流程当中谈到了 是吧 我们说 应该随着企业所属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以及企业所属不同发展阶段 我们说 又对你风险 风险应对策略 我们才有这些及时的调整 也就实现了一个倒退调整 这个前面都说过的 那么这个要素呢 因为前面讲的比较多了 从这个内阔五要素角度来讲 我认为它不太重要 不太重要 这里提示大众给大家这个总结 说我们国家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 关于风险评估的要素的要求 其实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风险的识别 我们讲到风险评估 包括三个步骤 第一个就是分析的变识 也就分析的识别 就是变识或者识别企业的内部分析 和外部分析 在识别的基础上 紧接着要干什么 我们是要进行分析分析 分析分析过程当中呢 我们是要采取定限与电量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分析分析 是不是 我们是分析一下 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概率 以及风险发生的条件 那么在风险风险的基础上 第三步是干什么 我们说就是风险评价 风险评价 就到头在评价基础上 根据不同的风险 选择不同的风险应对策略和工具 所以第三个就风险应对策略的选择 第四点是关于对风险管理信息的实行动态管理 这个前面也是 我们讲到风险管理基本流程当中讲到了 关于风险管理信息 有实行动态管理 动态管理 我们说原来可能不重要的风险 现在变得重要了 原来不从这里分析 现在可能已经出现了 是吧 原来重要的风险 现在可能变成一般风险了 所以呢 我们说有对风险管理信息呢 是写动态管理 动态管理 这是关于风险评估要素呢 前面三个方面呢 主任为了风险评估的三个方面 风险辨识 风险分析和风险的评价和应对 第四条就是多了一个 风险管理信息的动态管理 下一边 我们请大家看经典立体 龙胜县特投资公司之成立以来 结合业务特点和内控的要求 设置内部机构 设置内部机构 明确执着权限 将权利和责任落实到责任单位 同时综合用用 风险规避 风险价低 风险分担 风险承受等 风险应对策略 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控制 根据我国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该公司的上述做法 涉及的内部控制要素有 这个也很简单 设置内部机构 明确执着权限 加权利和责任落实到单位 我们在之后明显讲的 就是组织架构当中 关于内部机构的设置 这属于什么 当然是属于控制环境 应当选择B 然后综合拥有风险规避 风险价低 风险分担 风险承受等 风险应对策略 实现对风险领求控制 这当然是属于内控 风险要素大众所讲到的 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 因为风险评估呢 其中就涉及到 风险应对策略 风险应对策略的选择 所以我们说 这个应当是选择A 选择A 因此这个体积正确的选项 就应当是选择A和B 这是我们所讲的 第二个内科要素